紅衣女子被一名黑衣吊嘎 男子徒手揮拳毆打 大手一繩直接鎖喉掐住脖子 紅衣女瘋狂尖叫死命反抗 但力氣根本不夠 一步步退到幾乎無路可退 下一秒 黑衣二煞竟然直接 把女子的頭重重砸在貪車上 持續咆哮辱罵 還揚言要拿刀砍人 當下真的以為自己可能 可能就會這樣結束生命的這樣 當下他說要拿刀 給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怕要鬥掉我的頭 22號晚上台北市萬華 恐怖情人施暴 在空蕩蕩的市場暗上上演 讓被害女子心有餘悸 拿來頭壓在桌上 然後以便咆哮的時候 刀給我拿來 當然分開不然下一個 被分死的可能是我 當時女子沿途被打頭部 還被硬生生的壓到桌上 這時桌面還擺滿了 血淋淋的分塊豬肉 豬肉攤宛如成了大型砖板 差一點人頭不飽 成了帶載羔羊 私立桃宣 眼前一塊塊生豬肉 不免讓人多做聯想 生怕變成自己的下場 家暴男不僅伸手鎖喉 掐緊還猛力壓頭 差點就要在豬肉攤失控殺人 被害女子全身多處擦錯傷 決定告到底 身形撞碎的施暴男 動起手來瘦肉女性 根本無力反抗 再度的道歉 都無法彌補 內心創傷 曾經交往時的甜蜜 煙消雲散 留下的卻是瘀腫傷口 還有心理的傷疤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